FMC是最少步数捷的意思 你会拿到一个打乱 要尽可能在最少的步数内解决 以正常方块配色是白上、绿前打乱 打乱了以后呢 接着现在拿着方位开始解 有80个格子可以让你写解法 旋转整颗方块 当然也要写出相对应的符号在格子里 但是旋转整颗方块并不会算一步 所以可以写XYZ,边换面边解 不过很多人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可能会漏掉消步数的机会 例如RF'YL'以及RF2 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或者是测试转法观察 最后忘记翻到哪一面 随取而代之是记得每一面颜色最初的方位 因为是白上、绿前打乱 所以就算接下来把绿色换到左边 然后转动 也等价于转F这一面 以打乱方位 白色是上面 也就是U 绿色是F 所以只要在打乱以后 都不写XYZ 在写的时候 就可以尽情地换面 最后要看转动的那一面的中心颜色 直接写那一面的颜色符号就好 不占格子 不需要记得面像哪 也可以容易看出消步 我刚开始学FFC的时候 为了能够直觉叫出每个面的符号分别是什么 所以看了网路上的教法 再加上自己的联想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红色Red是R开头 所以是R 蓝色Blue是B开头 所以是B GFGirlfriend 绿色Green是F OL OfficeLady 橘色Orange是L 白色White是W 也就是W 所以是U 黄色我就想不到啦 不过也只剩下D了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技法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咯 我 retir讨计算机分别是吧 更好了 我找到了 往前旁边的 到了 是 两个月 完之后 有纹